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在我身邊有蕭穎青先生和私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德 節目一開始,我想先問浩德的問題 近來港股出現了抽水潮 雖然調整了下來,反而有不少中概股或中資股 調整後,近來抽水都出得比較強,即是雜資 其中美團創了香港記錄,集資差不多700多億 你怎樣看這件事?浩德,是否管理層對股價過高 所以趁機拿回公司? 其實不是單單一間公司 月初有騰訊,但那次是舊股,即是南非的大股東 今次是美團的規模比較大,所以大家要留意 今次是先舊後新的方式去配股 即是拿完的錢放在公司裏面 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未必有意外 其實在配股前,大家都留意了股份轉倉的情況 市場某程度已經有預期 今次拿了這麼多錢 其實某程度幫公司解決了兩個問題 第一,大家知道在業績前,有說過 未來都會花錢去做新的業務 石區團購 那些都是燒銀子的生意 公司多些錢,便可以燒得久一點 可能在競爭對手,不夠錢的時間 最後就贏了 用一個老方法去決定競爭,靠錢多 第二,大家擔心在反壟斷政策風險下 有機會會被罰錢 如果大家記得,阿里巴巴都被罰了百多億 如果大家趁著這段時間,公司有需要 就會有集資的需求 但如果你看看配股的反應 其實就不太差 兼且配股後,股價的勢頭都向好 雖然集資對大家很害怕 會否覺得對前景不好 但市小公司是一個比較合理的理由 可以解釋得到 第二,市場反應 市場有一定的流動性 被公司集資後 股價都能夠站得好一點 反而是證明這段時間,只是市場情緒比較差 但流動性或市場資金,都可能仍在 其實上市公司 上市的目的,就是要在市場摘資 如果香港市場每次摘資 都不電,就沒有人上市 我覺得對公司發行新股 是令到公司可以動用的資金增加 對公司有時是好事 公司需要發展,需要投資 當然要資金 有紅塗大計 他才可以向市場取資 公司賺了錢,甚麼都不會做 只是派給股東 這間公司都沒有前景 業務都沒有發展 所以有時,公司集資發行新股 其實對公司可能帶來更好的憧憬 不過這次有些是賣舊股 賣舊股 譬如騰訊,以前初創的時候 已經有些投資者買了,是否有限期 他沒有限期 他沒有限期 他股實有限期 他現在想套現 公司升了多,想套現 這些公司,很多是專門投資的公司 投得下去,當然要套現 例如他在香港套現,又去了南非買股票 去了歐洲買股票 香港得益少一點 但有些在香港投,又在香港套現 再買香港股票 那些人套現後,錢還會繼續投資 亦未必須對市場,除非他套現走老 所以先生,看法到套現的錢是怎樣用 以及動機是怎樣的 但無論如何都好 始終套現這麼大規模 現在的規模,次次都以百億計 怎樣都會抽走市場資金 你認為,抽水潮或配股潮是陸續有利 從而影響了港股短期表現 我自己覺得,由於公司有集資需求 有些公司純粹是大股東 可能覺得股價是一個很好的位置 自己可以套現 其實每個市場當中,都有人看好或有人看淡 但這段時間,由2月中 市場整體回調了 可能大家覺得這段時間,市場站穩了 有投資者願意接配股,才會走出來 既有賣家,同時都有賣家 所以,我自己覺得,不要單單因為看到 有配股,就認為市場的氣氛實在太差 因為如果太差的時間 你想配股,就沒有人接 所以這段時間,這麼多配股 大家可以想一想 其實市場,都有足夠的承接力 例如美團,一天有幾百億的集資 港股,一天只有千多億成交 所以大家的投機氣氛比較差 但市場的資金,暫時都能夠支撐到 大部份配股後的走勢,都能夠站得比較好 側面反映了承接力的多與少 但你認為站得比較好,都是看不好的情況下 沒有不好得那麼厲害 今年以來,在高位回落下來,似乎有一段時間 沒有突破 問題是,現在人們擔心在這個位置,站不站得住 9萬9萬左右 你自己覺得,需要有最壞的打算 或是,在這裏增持一下,主流仍然是向上 我自己觀察,過去幾個星期 很明顯,在農曆年後,市場氣氛轉淡了 不過,這星期,A股反而率先有明顯的轉勢 可能因為,大家在擔心國內的流動性情況 後來,有提及信用債、華融事件 令到大家擔心在岸企業貸款出現問題 會出現金融危機 美國雖然大跌,香港根本好像沒有跟著美國走 因為之前,美國升的時間 香港也沒有升 但這星期,形勢似乎利好港股或A股 我相信,有很多都是看好 華融市場傳出,內地有機會拯救華融 施先生,你如何看待有問題的企業 當前的宏觀情況,是否適宜拯救 還是有得出市,令市場風險意識提高 未來的市場更健康 華融這些公司,其實是 之前的負責人 是不負責人 亂投,投了一些沒有價值的東西 我相信,現在的負責人,好像是犯了死刑 我相信,是靠國家賦予他的權力 借投資的過程中,去獲取利益 怎樣獲取利益呢 通常就是買垃圾 買垃圾回來,賣垃圾給他的人,便收了錢 收了錢,便分錢給他 他拿國家的錢,到處去買垃圾回來 現在已經,國家都領了東西 問題是,他以前發債 獻社會的錢 負責人,到處去買垃圾 是否有得他死,便算數呢 如果他經營、做生意,有風險 死了 你投資,例如創新科技、AI、投藥 下班有風險,投資後死了 國家可以不用出手 但是,你相信人的負責人 是以前國家系統內,不知金融系統、銀行系統 調出來,去看過販 管理不善 導致投資者受損 國家可能覺得,都有責任 叫銀行先撐住 其實,主要是債到期 究竟,能否給予千人 當然,那些人錯信 在某個角度來說 你買債的時候 你買了高風險 別人給予高利率 你失敗了,你也要近距 可以不夠的 這次,他好像先替他們撐住 但是,損失就已經損失了 如果你說,叫買債的人,幫國家一起撐住 似乎就不太合理 你管理不善,連累親人 其實債券價格,都波動得非常多 我相信買債券,有些分分鐘都是銀行 或者他們自己為內人,都買不少 雖然價格反彈得很快 但投資者也要小心 一些高息債券,風險都可能不低 其實華融本身,就不是高息債 以前當是國企央企 我補充一下資料 這次,為何牽連這麼大 第一,規模很大 利岸美元債是幾百億 如果計算人民幣 所以,金額比較大 最重要的是,它本身是國家資產管理公司 所以,大家對它的信任度平級比較高 它是一個投資級別的債券 所以,他們本身的利息是很便宜的 所以,買的人都以為低風險 不過,買一個低風險的項目,就變成高息債 不過,最差的情況似乎是,上星期就見底 應該後期,華融出市後,債券在市場賣高息 對,因為比利孤獨變高息債 即價跌 因為,大家都怕它還不到錢 不過,上星期,比較好的情況 他們有一筆在岸債和一筆在岸債,都能夠還得到 雅爺亦有出聲 其實,他們可能在情況,都不太差 市場相信,都會適當的重組 暫時,不會衍生到太大的問題 所以,使市場情緒,似乎是因為這件事慢慢好 不然,都要注重風險 我們一開始在節目中,談及企業抽稅 其實,國家層面都會抽稅 最新,都不是傳出 可能是真的會實行 美國的拜登政府,有可能在加稅裏面 再加上,抽資本增值稅 由兩成到四成 兩位,怎樣看? 會否令投資者沽美股,去避開這個稅 從而令到美股有可能調整? 如果我最簡單,這個消息是 我們今天是星期五拍,昨晚在美國那邊傳出來 所以,市場反應當明是差 立即倒下了一點 我自己有幾個想法 第一,關於拜登政府上場的稅 上一任,特朗普是一個很不同的路向 拜登選的時間,已經說清楚會加稅 之前大家都討論過 比較有具體資料,就是企業稅會加 尤其是,拜登政府花了很多筆密 希望防止企業,用跨國的稅務方法去避稅 今次資本增值稅 其實某程度市場,都不是一個完全好新的消息 都要找人開刀 但實際上,因為資本增值稅 不論你買股票也好 買比特幣,買任何東西都要付 除非你說美國人或美國企業,以後不投資 如果你投資的話,其實這件事都會出現 所以,會否因為這樣 之後想好美國人、美國企業 不再買股票 我覺得這個可能放得太大了 短線來說,有部份希望在法案出來之前 將自己手投資產,剔出資產 令稅務上,會有些走賺 可能也會有影響 長期的話,我覺得未必算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拜登競選時,都放過消息出來 他會加稅 之前,加利得稅,對公司來說,應該影響大 交稅交得多,盈利便少了 公司的表現,可能會變差 另外,美國稅重,投資的吸引力便降低 所以,特朗普選稅時,他的說法是 選了稅後,會吸引多些投資 令到美國多些工作 所以,換了人上來行動的方法,完全不同 加上增值稅,我相信主要是 因為美國貧富懸殊,太厲害 社會不滿的情緒都高 我覺得是,應該向富人開刀 我記得當時,幾個有錢的 包括Microsoft老闆,都贊成要抽重稅 我自己覺得,兩成加到四成 都頗厲害 我相信,這些做法,在國會中,會遇到阻力 現在,應該是共和黨,全力反對 因為自由黨,在議會中,只是多兩票 如果有太高爭議性的法案,都不一樣 這些問題,在民主黨內部,可能有人不完全認同 所以,我認為,增值稅方面,未必達到目的 要有些折衷 才有機會在國會通過 美國,不能不說 中美國力,都繼續持續 在最新的氣候峰會,國家主席也提及 2030和2060,都有一個比較大規模的減排目標 施先生,你認為,這兩個目標,是否會進取 在當前的情況,真的有機會達標 有些人,對那兩個名詞,未必好認識 一個叫做碳達峰 一個叫做碳中和 碳達峰,即是,排出的碳善氣 碳善氣,會產生溫室效應,造成氣候暖化 所以,為了防止氣候暖化,一個很重要的做法 就是,要減少碳排放 現在,仍然在增長 所以,第一個目標,是不再增長 這個,在2030年,要達到 2060年,要達到碳中和 不單止不再增長 不再增長,亦在停留,亦在排出碳善氣 要排出來的碳善氣,同時被吸收 未吸收,一種是,例如煙蔥 排出時,放些過濾、過濾、化學成分,吸收 另外,你透過種植樹木 樹木有光合作用時,會吸收碳善氣 如果不是棵樹點長大,就吸收碳 空氣中的碳,才能夠長大 所以,透過種植樹木,除了人工在化學方面中和 另外,透過森林去解決 但要做到碳中和,其實是很困難 所以,特朗普年代一早就覺得 要做到碳中和,要經濟付出很大代價 所有工廠出現,都要做一些改變,令到稀釋 還要直樹,做很多東西,他願意做不到 或者做到負操大代價 所以,他退出了 現在,拜登上台 競選時,美國已經說,美國要做任何負責任的做法 我自己看,中國其實是 打算在氣候問題上,出第二張牌 第一張牌,令到疫情不再蔓延方面 中國,在某種程度上,贏了一局 美國、歐洲,被疫情半癱瘓 歐洲,現在都未完成,美國這兩天,有時六萬七萬一日 經濟密受影響 中國採取,舉國之力,去處理這個問題 是統一行動,去處理這些問題 取得成績 第二張牌,我相信是在探牌放、環保方面 又過美國一動 因為在過去那段時間 中國在結淨能源方面的投入,是遠多於美國 因為這也是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相對優勢 美國是市場經濟主導 市場經濟要靠利潤去作誘因 但做環保,是無利可圖的 大部份時間,要付出額外大價,增加成本 中國有國家的政策,主席有令,要進行這範圍 要進行這範圍 說一下都可以 我在大陸做地產 上頭有這樣的意見 發展商蓋房子,要多加一些內容進行 例如,風能、太陽能 中國以前,很多都是補貼的 令到公司有錢責貸 做飯,加少一點水 或者要其他公司配合、賣電 優先要買利潤 在這方面的投入 國家的投入 令到在研發方面,做了很多事情 美國國務卿布蘭肯都說,這方面有七成的專利 現在都在中國手上 美國要用 以前說,中國經常偷技術 那些飯,你要跟我買才有 因為你自己由頭做過 由頭做過,便不理 所以,我估計中國,想在排碳問題上 打一場漂亮仗 所以,排碳問題,可能是比較長期的牌 一出,到2060年,差不多是40年的時間 環保問題實在太闊了 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下集大家留意 我們再問浩德,中國發展環保科技時 有甚麼投資機會,投資者可以留意 我們今集時間到這裏 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不妨去網頁 或者去看Youtube頻道 取得資訊 我們下一集再見